大家好我是班达叔 欢迎来的观察吧 487的先知 就有几个人的先知呢 是不能碰的 487就算一个 小铁卡梦 他们几个人的先知 看似是这套阵容里面的突破狗 实则他可能就是个陷阱 这边的话上来遇到的是咒鼠石 这套阵容 打蜡巷石 我觉得打不动 完全打不动 先知也是会被蜡巷石刻的 咒鼠石的话也是被蜡巷石刻的 你交鼠来你交一个试试看 对不对 你交个鼠就是往你身上叠了 一刀打中 然后这边的话在空档区 再补你一手蜡 定住 先知能给鸟吗 321鸟给上可以 这只鸟还是很极限的 三层大鼠 这边要交一个三层大鼠转点 飞轮 打咒鼠石 不打蜡巷石 我觉得效果是一般 一般 就你真的想要靠飞轮去躲掉蜡 难度极高 如果说是躲鱼女的水气能有个八成的话 躲 太漂亮 躲蜡巷石的话 我觉得只有两层 这个击倒 求生者还是蛮难去把局势盘成一个四人开门站 或者说理论上没来讲不太可能 得救下来 然后调酒师给酒喝保活咒术 那得前锋 救完人以后 回旋撞 让咒术师拉开 并且调酒师过来给酒 剧本只有这一个剧本 才能够完成一个四人开门站 就是你保活这个咒术师嘛 除此之外 应该是没有其他的一个四人开门站的剧本了 就光前锋撞什么的 我觉得是不够的 这边的话是已经过半了 过半不过半都无所谓 反正你救下来以后看 能不能给口酒喝 还得等搏命结束 哎呦还得搏命结束 这有点难 我刚刚还扫算了个搏命 前方拉球 这边的话主动用身躯去定住 丢个辣块打一刀 好了 哎 这波的话 嗯 博弈 想博弈一个震慑 漂亮 刚才这边是想打一个什么呢 打一刀 然后定住你再补一刀 但没能打成功 问题不大 对吧 正是 呃 刀速不够快 我正射来凑 调酒是来救人 前锋这边的话 救下来 应该也只有拉一波大球走的可能性 这边飞轮想躲啦 起热啦 喷 好的 再补 nice 先知飞轮 漂亮 哎呦 487 假动作 哎呦 卧槽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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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受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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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撤啊 刚才大家一起在看的时候 如果有一起 卧槽的 请点个赞 好吧 这个 这个局真的就 好 这边 这边就开始给板子了 哎 你那一条酒是教自己怎么办啊 把这前锋捞下来 这边已经开始准备放地窖 给487板子了 一看就小迷地啊 好的 那么 这边的话已经开始给板子了 我们就不看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边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